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7月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早盘指数开低 一度还试图反弹 其实昨天的美股 是这个地方留了一个下影线 看起来台北股市 也要这个地方跟进拉高 但是反弹失败之下呢 下半场卖压再起 指数是一路的一个狂泄下去 收盘居然又中错了482点 盘中最低下到 14336点大跌489点 那指数的部分 今天再度出现一个融资断 万头卖压涌现之下的重错走势 累积 这个礼拜 除了礼拜一反弹大涨 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是礼拜五 今天是连杀第四天 四天加起来居然下杀了1200点的一个幅度 那一口气已经杀到14300多点了 到底这个盘真的就会这样一路的往下杀下去吗 那我先讲我的看法 其实我认为这个地方的沙盘 对多头来讲反而是有利的 尤其如果说你正在等待逢低减便宜的机会 那现在请大家做好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待会针对盘式的部分 我们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按照惯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7月1号第一通指令9.09分发出 提到美股礼拜四下跌 但是有收了一个下影线 代表早盘下杀下半场有拉高 小NASDA起始早盘在平盘附近震荡整理 那台股指数开平之后 先下杀70多点 首盘虽然是个空方量 但是只有201亿 预估量则在2000亿出头 其极的跌幅则比现货来的小 那研判指数今天开低之后 会先上冲下息来回震荡 就是先拉的话可能会杀 但是如果先杀有可能会拉 那盘中当然都要持续留意国际盘的走势变化 所以今天的盘式早盘研判 本来是下杀100多点有机会拉高 我们也建议会员配先抢个反弹 锁定的标的在1513 这一档这个积电股的一个中兴电 最近国内的供电开始吃紧 而中兴电 专门在这个这个供电系统 包括太阳光电 风力发电 电动车的充电站 订单可以说因此而满手 全这个年的营收获利 预估都会挑战历史新高 而早盘指数 这个指数虽然开低下去 他开高震荡一度也有下杀 但随后散户这个地方 跟进杀出之后 马上又站上大单的卖出成本 高先过高低未破低 这个有大户在洗盘之后 想要反手进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翻红出现了转强讯号 所以一早我们建议会员配 中兴电趁着拉回时 做一个短多 当冲先买后卖的动作 这是今天早上10点11分 注意今天短多 1513的中兴电 技术面转强讯号出现 定价56.5到56.3之间 先做买进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请勿以市价追高杀低 那不过今天 这个早盘买进之后 一度有拉高上去 但是因为大盘的卖压 比预期的沉重 到了10点50几分 本来指数跌个100多就拉上去 后来又跌了200多点 看起来在卖压沉重之下 我们早盘平均买在56.4 短多先买的中兴电 虽然一度是在这个地方 大盘走跌的情况之下 往上冲高 拉高到57 结果呢 不敌大盘的卖压又被打下来 没有能够继续冲高了 这种状况 进入下半场 变数会比较大 有可能会出现多杀多走势 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就不跟他拼下半场 我们早盘平均买在56.4 当时的市价在56.1附近 有疑虑了 我们就先卖出 宁可小赔先收回资金 下个礼拜再找赚钱机会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有疑虑就宁可先收回资金 今天宁可小赔买在56.4 卖在56.1 赔个三毛钱 无伤大雅 假设你操作20张好了 也不过几千块而已 很容易赚回来 不要让大赔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才能够成为赢家 大家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投资朋友会说 那赔钱了耶 我不喜欢赔钱的感觉不行 我做股票一定要稳赚不赔 我不想要赔钱 可不可以呢 我要再三强调 没有人做股票可以那种稳赚不赔 八把都赚的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那也就是假如啦 你可能在网路上啦 碰到这个聊天室啊 或是什么群组里面 都有人会跟你讲 哎呀他当冲多厉害 这个每一笔都可以赚钱 甚至还可以上网秀对账单 以实现损利 我真的每一笔都赚钱给你看 但真的吗 如果你把钱拿去给他做操作 你就发现 到最后被骗的很大 为什么呢 原来事实上 他可能是每天买进了指示笔 盘中有赚个几百块 就赶快先卖掉了 这时候累积下来 把对账单拍一拍 你会看到 已实现 就是已经出掉的 损益都是有赚钱 没有赚钱的 赔钱的呢 就留仓嘛 改放波段嘛 其实就是在凹单 那这样做下来 到最后实际总损利会是怎样 我只提醒大家 到最后会赚小赔大 就是这样来 好 这是我在网路上看过的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 对账单 哇 你看到操作了八十几笔 我这个地方 总共赚了五万多块 每一把都赚 好像很厉害 你去把它平均一下就知道 五万多除以八十几 等于每一笔 大概就赚个五六百块而已 对不对 那每一笔只赚五六百就跑 赔钱的呢 都没有讲 到最后你会发现 让你赔这个地方 会赚小赔大 一口气 深知的地方 就是那几档看错的股票 凹单的股票 让你一次就毕业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这么做 好 就叫这个神话 神棍才在讲的话 那真正的操盘高手 我也再三叮咛 有看对一定会有看错的时刻 重点是 这很正常 那如果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都没有关系 但是记得一件事情 万一看错 顶多小赔就跑 绝对不让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像县荣老师 每次出手 都会预先把停损先定下来 万一看错 当冲一趴多 顶多两趴左右 就赶快跑 不让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看对有时候赚个一趴 有时候赚个三趴五趴 这样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是不是这样呢 你看到今天中兴店 一早有转强信号 这地方大户在进货 我们做个短多 那结果呢 拉高上去 从56.4拉到57 还来不及出 又被打下来了 那这时候 来到56.1 不对了 我们宁可去小赔收回资金 56.4买的 56.1卖出 三毛钱给他 20张也不过几千块而已 都很容易赚回来啊 对不对 像这里半 礼拜一我们操作台半 也就是同样的模式 发现大户洗盘 转强信号 短多先买 那一天 建议会员朋友 54.9以下 短多买进 拉高上去 最高到86.4 我们在85.9以上 建议大家卖出 一块钱的价差 做个12张就好 一天就赚了1万2回来啦 对不对 这算是小赚入弹 甚至像之前 我们做短空 3532的台胜科 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 当充先卖后买 哇 卖在242 刹下去238买回 4块加差 100万操作5张 5张就可以进账2万块回来啦 好 6月17 再做一趟台胜科 又是先卖后买 215.5以上卖出 210.5以下买回 尾盘目标206也都有达正 那不在210.5至少也是5块以上的价差 5张一天就进账2万5回来啦 那包括这升之下上个月我们操作生阳科 哇 也是这地方先卖后买之下 68.5卖出66.5买回 这种低价股操作个15张 2块价差一天就可以进账3万块回来啦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真正的操盘高手就是要这样 当你出手之后 有看对一定有看错 但是看错像今天我们赔个几千块 六三毛钱给他 无伤大雅 不要让大赔发声 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这一点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坚持下去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现龙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看错小赔就保 看对有时候小赚有时候大赚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在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真的有赚钱没赚钱 你看到现龙老师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来找我们 欢迎大家跟上脚步 一起来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好接下来的行情继续来跟大家谈 那指数今天一口气又中错了480点 这个礼拜除了礼拜一的反弹 接下来连杀4天 4天大跌了1200点 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我反而认为 如果你之前有听现龙老师的 避开了前面这一大段的一个下杀 现在想要这个地方准备减便宜 这个大盘这样的杀法正是让你做好准备的时刻 不是叫你现在就all in下去 但是我请大家记得做好准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巴菲特讲过一句话 大家应该都听过 当别人贪婪时 要懂得怎样 恐惧啊 当别人恐惧时 要懂得贪婪 同样的 现龙老师也在提醒大家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股市当中的操盘高手 成为最后的赢家 你就是要懂得在别人过度乐观 过度贪婪的时候 你要去提防未来的风险 反过来当别人都是一片悲观的时候 你反而要在这个时候去留意未来的机会 好 那你看到是不是这样的状况呢 就像去年底 当大盘突破了18034 涨到18000多点 市场是一片的乐观 认为渊月资金归对之后 渊月行情又会继续推动股市上去 扎个眼就要上看2万点了 那时候多少名嘴都告诉大家 你看过去两年台湾台北股市上市贵公司 获利都是大幅度成长啊 现在股价本益比都还很低啊 所以不用怕指数虽然在18000 股票都还很便宜 都还可以继续买 那县隆老师当时有没有已经在提醒大家 18000点 你要注意什么风险 第一个美国要结束量化宽松 甚至要开始启动升息循环 这就会造成资金行情一口气被扭转 21个月的资金行情 当时提醒大家已经在这地方有扭转的现象 加上这个中国准备在今年进入习三任 以及台湾在夏天很有可能会出现的缺电荒 限电的危机 这些都是我当时就已经提醒 所以当时指数在创新高 但是也从成家量台积电的走势来看 发现投机股当道 弱势股部长之下 大盘已经有陌生段的现象 要提防盛极而衰了 所以当时指数涨到18600多 大家都觉得行情会涨个没完没了的时候 我都提醒大家 这时候要注意中期回档的危机 要提高风险意识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操盘高手 就在别人一片乐观 当过度贪婪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风险 为什么要提醒 就是要让大家 能够避开这一波 后来大盘将一路下杀的风险 当然会跌到哪里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两个多月前就说过 大盘的空头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呢 如果每次破前低之后就反弹 然后过不了前高又破前低 这就是我所说的 反复的震荡向下势的空头 那这种震荡向下势空头 他反而对多头来讲最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破低就反弹给你看 会让投资人每次一反弹 就觉得好像又有希望了 股票要砍不砍的 对不对 甚至很多人每次一反弹 就开始摸底 不断的加码摊平 或是又再去追逐新的一个强势股 到最后指数来来回回震荡向下 投资人可能就是在不断的摊平 然后越摊越平 或是不断的追逐一批又一批的强势股 然后一次又一次套牢 反而受的更是受伤 受的更重 而且那种震荡向下势的空 我说也可能会这样反反复复 到最后会拖很久 你反而在这里等很久 才会整理结束 那第二种走势呢 四月份也跟他提到过 其实如果他能够这样一路的向下探底下去 这反而等到两大底部讯号出现 融资追降临万箭启发跟国安基金正式进场 就有机会用空间去换取时间了 那现在之前都是震荡向下 但是这个礼拜大盘四天就结了1200点 这已经开始有第二种走法了 一路的向下探底 空间在换取时间 尤其现在融资追降令万箭齐发 报纸打开来天天都有利空消息 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各国央行都在升息 三星暂停拉货 在砍单 航运的运价也在下跌 电价这时候又要大涨了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利空 加上融资追降令万箭齐发之下 四天齐杀1200点 但是在这个时刻 高档已经回跌多少 4300点 那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说 现在我们去放空好不好 现在放空的风险 大概就在跟你18000的时候 去做多买股票 差不多了 这个意思 那所以说这个行情 如果说一路的震荡向下 破低就反弹 反弹 然后又破低 反复拖很久 反而不好 那之前是这样 现在呢 一路的下一波的下杀到底 反而就有机会 空间换时间 看起来杀的很恐怖 四天就跌了1200点 可是他可能就这样 让这个地方见底的时间 反攻的时间提前来临 再加上大盘今天下杀 本来只有2000亿的预估量 到收盘最后杀出了3000亿 这种就叫爆量长黑 其实就底部 常常也看到的讯号之一 那融资断头卖压涌现 散户在绝望性抛售股票 之前融资在18000大买 现在在大砍股票 那这代表什么 底部讯号也出现第二个 那缺的当然还有 那最好国安基金要正式进场 那也观察龙头骨台积电 什么时候会止跌 那我只提醒大家 别忘了乐观做头恐慌借你 所以当别人恐惧时 如果你之前有在高档 听县龙老师的提防 大盘中期回档的风险 避开了这波三四千点的一个下杀 现在也应该是要开始准备做好 人气我取的准备了 当然我也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说现在就叫你 今天那下礼拜一 就所有的资金 一口气给他欧印下去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也不是告诉你 大盘有机会返工 那你股票都不用卖 未来所有的股票都会创新高 没有 仍然要去注意产业结构的差异 也是每次行情只要经历过一次的一个大回档 再涨上去 你会发现很多股票都高点不再来了 曾经最多人喜欢的股票 通常都解套不了了 你就去想一想 大盘在这个 今年涨到一万八的时候 几年前很多人套牢的什么国具 一千两百多块 高点有再来吗 没有 挖矿概念股 汉讯四百多块多少投股老师 当年带着这个 会员去追高在四百多的汉讯 指数涨到一万八 有解套吗 没有 对不对 更不用讲更早之前 什么一千多块的一个宏达电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仍然提醒 我不是说指数会反攻 所有股票就会上去 很多股票高点都不会再来 尤其最多人追逐过的股票 这时候你都要很小心 那因此仍然建议大家 你还是要去检视手上的股票 业绩数字如果已经在下滑 该跑还是要跑 景气趋势未来有向下的疑虑 包括上礼拜 航运股在反弹 我都提醒大家 运价已经在下跌的公司 本利比看起来再低 我们还是这地方逢反弹要找卖点 那包括了航运 包括二三线的半导体 包括了手机 包括笔电零组件 这些我都还是提醒大家 未来是要小心的 当然一些纯粹靠题材炒作的投机股 什么元宇宙 NFT 快筛概念股 那个我说过 最好碰都不要碰 那最高准则 最好就是进场的时候 预设好停损 万一不对 看错 马上就跑 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 万一看错 小赔 无伤大雅 随时能够赚回来 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了 那如果说接下来 当然我们就要留意 这个地方寻找未来的机会 之前跟大家提醒过 2040年 包括台湾在内 各国都要禁售燃油车 市售的新车 百分之百都会是电动车 欧盟更早 2035年就要百分之百电动车了 这绝对是未来最重要的商机 当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寻找机会 等待出手的时机 那注意出手的好机会 请大家做好准备 那如果说在这里 你仍然担心 那大盘如果说 这地方长空格局不变 继续的往下怎么办呢 那我还是提醒嘛 所以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这一路以来 其实县隆老师都提醒大家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所说的 快打当冲四个字 因为你看到 我们快打当冲 讲求的是什么 盘中满手 转了就走 有转没转 盘后就保持空手 这样你就不用去担心 行情万里就继续又跌下去 怎么办啊 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盘后空手 风险是降到最低 不敢说没有风险 但是风险降到最低 又能够稳杀稳打 帮你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也再三强调 做当冲不是在做赌博哦 没有足够的功力 没有足够的技术 就不要自己再凭感觉 追高杀低 那跟赌博没有两样 万一你又不懂的控制风险 该跑不跑 这地方 每次看错就想要跟他凹 很容易到最后赚都赚小钱 赔反而赔大钱 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提醒你要做当冲 专业的SOP 请做好 第一步观察盘式 再来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再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最后无论如何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让这个地方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赢家 当然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可能没有足够的操盘技术 跟赌博没两样怎么办 或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看盘 没关系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记得没有汇根 更要汇根 你看到像今天我们操作中兴店 短多先买 当然这地方后来大盘卖压比预期沉重 股价拉上去又被打回来 我们小赔三毛 马上就收回资金 宁可小赔拒绝大赔发生 看对像礼拜一 我们操作台半 先买后卖一块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 12张一天进账一万二 马上就赚回来啦 对不对 甚至像之前的一个台胜科 先卖后买四块价差 五张一天就进账个两万回来 六月十七台胜科 再做一次五块以上价差 五张一天也有进账两万五的机会 甚至像升阳半 六十五点五以上短空先卖 六六点五以下买回 两块以上价差操作十五张 一天就进账三万以上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看错小赔就跑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就能够稳扎稳打的利用当冲 有机会帮你多创造一份 非常不错的收入 多加一份的薪水 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记得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现在加入 把握我们年终庆 感恩大回馈 县荣老师亲自带进带出 加上亲自传授的技术教学 现在只要58%的优惠活动 倒数一天 广告时间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年终庆庆 年终庆感恩大回馈 应答答顾高老师 盘中带进带出 加线上技术教学 只要58折 只要58折 倒数一天 机会不多 名额有限 初步在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专专专专专业 专业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举分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这个礼拜四天直杀1200点之后 融资追缴令在这里断头卖压蜂涌而出 散户绝望性抛售股票之际 乐观做头恐慌见敌 这里请做好人气博取的准备 当然仍然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顾好风险 又想要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那么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其实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 你会看到每天就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而已 最精选的股票来做操作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还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不是抱一堆股票给你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这个地方 抱一档股票叫你自己追高杀低 价位都定的清楚明白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架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带你进 一定当天带你出 像今天中兴店我们抢个短多 结果无力拉高上去 被打回来 小赔个三毛马上收回资金 这地方宁可小赔拒绝大赔发生 仍然是我们操作的最高准则 那看错小赔三毛给他 看对像礼拜一我们操作台半 一口气赚回一块价叉 12张一天就进张12000 入贷赚回来啦 甚至像之前的台胜科 先卖后买4块价叉 5张一天就赚近2万 台胜科再做一趟5块价叉 5张一天又有机会 进占25000 甚至像生阳科 那这个地方一口气2块价叉 操作15张 一天进占3万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看错小赔就跑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如果投资吧 认同我们这样操作理念 也想稳扎稳打 利用当冲 创造一份非常不错的一个收入 来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把握年终庆感恩大回馈 只要58% 倒数一天 尽情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